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他们消极软弱的时候 我也经常去扶持他们 有时他们不信的家人对我不友好 我也能包容忍耐 我感到自己信主后有了很大的变化 但从2010年以后呢 我就感受不到主的带领 做工没有一网那股劲的 讲道也是老生常谈 没有了新的开启 在家里啊 看到丈夫和女儿做事不合我的意 我就忍不住向他们发火 凭血气教训他们 我知道这样做不合主的心意 也向主祷告认罪悔改 但过后还是身不由己的犯罪 做不到包容忍耐 为此啊 我也感到特别痛苦 为了摆脱这犯罪认罪的生活 我努力地看圣经 尽时祷告 也到处找牧师 一起来寻求探讨 但都无济于事 转眼到了2017年 我依旧到各地做工讲道 但因着常常活在罪中 心里总有一种虚空 不踏实的感觉 而且这种感觉啊 越来越强烈 一天丈夫问我 看你最近都很忧愁 有什么心事吗 听丈夫这么问 我就把心里的烦恼 告诉了他 我说 这几年我都在想 自己信主这么多年 还身为讲道人 为什么人活在罪中 不能摆脱呢 我现在摸不着主 好像主离弃我了 想想自己信主多年 圣经没少看 主的道没少听 也常常立志背十字架 功可极深 但却总是受罪地捆绑 还能为了自己的利益 脸面说谎 做不到口中查不出谎言 临到苦难熬练时 虽然知道有主的许可 但还是身不由己地 对主产生了埋怨误解 根本做不到甘心顺服 我怕这样活在罪中 到处来时 进不了天国 丈夫听了后说 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 你要有信心 你可是讲道人 你不是也常讲 虽然我们活在罪中 没有脱离罪的捆绑 但圣经上说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 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 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 就可以得救 因为凡求告主明的 就必得救 虽然我们活在罪中 没有脱离罪的捆绑 但我们的罪得赦免了 已经因信称义 因信得救了 只要我们坚持聚会 读经 背起十字架跟随主 就能进天国 得到主的祝福 我就说 我以前也是持守这个观点 但最近又看到 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说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还有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说 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虽然我们已经得救 但却常常犯罪认罪 并没有达到圣洁 我就担心 就我们这样的光景 真能进天国吗 丈夫听了后 也赞同我的想法 并说 教会请了一个香港的陈牧师来讲道 让我可以向他寻求这个问题 当时我就想 这个问题啊 我一定得寻求明白 不能稀里糊涂的信神 不然就把自己坑害了 也把弟兄姊妹给坑了 是 后来 我就在网上搜索陈牧师的资料时 在弹出的网页中 我看到了一个网站 国度降临福音网 我打开网站 里面的几段话吸引了我 我来读下吧 好好 人得着了许多恩典 就如肉体的平安喜乐 依人信主全家蒙福 病得医治等等这些恩典 其余就是人的善行 与人敬迁的外表 人能以此活着 便是合格的信徒 这样的信徒 在死后才能进入天堂 就是得救了 但这些人 生前根本不明白生命的道 只是犯罪认罪 犯罪认罪 并没有性情变化的路 恩典时代 人就是这种情形 人完全蒙拯救了吗 没有 所以那部工作做完之后 还有一部审判刑法的工作 这部就是借着话语来竭净人 来达到让人有路可行 这部若再赶鬼 那就没有果效 没有意义了 因为人的罪性不能脱去 只停止在罪得赦免 这个基础上 借着赎罪计 人已经罪得赦免了 因为十字架的工作 已经结束 神已胜过撒旦 但是人的败坏性情 还在人里面存在 人还能犯罪抵挡神 神并没有得着人类 所以 这部工作用话语来揭示人的败坏性情 让人按着合适的路去实行 这部做的工作比上部更有意义 比上部做的工作果效更大 因为现在是话语直接供应人的生命 让人的性情能够彻底更新 是一部更彻底的工作 阿们 看到这里啊 我很激动 这话说的 就是我们信主之人的光景 虽然这些话 我不能完全明白 但从这些话里 我看到了希望 我觉得在这里 就能找到得结境变化的道 我从心里感谢神 垂听了我的祷告 我又看了一些内容 感到这些话 说的真是太好了 使我这干渴的心灵 得到了牧养浇灌 我就想 他们是不是 也可以解决我的困惑呀 看到网站写着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 请给我们来信 于是 我就毫不犹豫地 在网站上留了言 写上了我的联系电话和邮箱 之后 我把这个消息也告诉了丈夫 丈夫听后 也愿意寻求 感谢神 感谢神 第二天 全能神教会的弟兄姊妹 就联系了我 下午 我们在网上交流时 我就说了自己的困惑 以前我们都持守 罗马书中说的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 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认为信靠主耶稣 就罪得赦免了 就已经得救了 等主来 就能接我们进天国 但现在看看我们的光景 还是活在罪中 守不住主的教导 根本没摆脱罪的捆绑 看到经上说 非圣洁不能见主 我这心里就困惑 像我这样常常犯罪的人 到底能不能进天国呢 看到全能神教会网站上说 漠视神做了一步 审判刑法的工作 这与我们脱去罪性 进天国 有什么关系呢 陈弟兄就跟我们交通 要明白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得知道 得救是指什么说的 在律法时代后期 人都远离了神 失去了敬畏神的心 人都守不住律法 犯罪越来越多 都面临着触犯律法 被定罪处死的危险 在这种背景下 为了拯救在律法下的人 脱离死亡 神亲自道成肉身 被定在了十字架上 做了人类的赎罪计 把全人类从罪中救赎了出来 是 从此 人只要祷告主耶稣的名 来到主面前悔改认罪 罪就得赦免了 就能享受神的恩典祝福 不再被律法定罪了 这就是恩典时代 所说的得救的真正含义 也就是说 得救仅仅是指人罪得赦免 不再被律法定罪处死说的 就是神不看人的罪了 并不是说人本身没有罪了 不再犯罪抵挡神了 因此 得救并不代表 我们没有败坏得洁净了 更不代表能有资格进神的国了 我们要得着洁净 还需要接受神默示的审判工作 听了陈弟兄的交通 我明白了 原来圣经罗马书中所说的得救 是指接受主耶稣的救恩 不再被律法定罪处死说的 并不是指我们彻底得洁净了 是 我感到这里面有真理可寻求 接着 陈弟兄又给我们读了几段 全能神的话 我来读下吧 好 耶稣当时做的工作 是救赎整个人类 凡信他的 罪就得以赦免 你只要信他 他就救赎你 你只要信他就不赎罪了 你就从罪里出来了 这就是得救了 因信称义了 不过在信的人身上 还有那些被逆抵挡的东西 这还得慢慢脱掉 得救不代表人完全被耶稣得着了 乃是代表人不赎罪了 罪得赦免了 你只要信他 就永远不赎罪了 我来图一段吧 好 人的罪是得着赦免了 但人究竟怎样 才能脱去里面的撒旦败坏性情 这些工作 在人身上还没有做 人只是因信得救 因信罪得赦免 但人犯罪的本性 仍没有除去 仍在人的里面存在 人的罪是借着神的道成肉身 而得着赦免的 并不是人的里面就没有罪了 人犯罪 能借着赎罪计而得着赦免 但究竟如何能使人不犯罪 使人的罪性完全脱去 使人的罪性能够有所变化 对这个问题 人没法解决 人的罪是得着了赦免 这是因着神钉十字架的工作 但人仍旧活在老旧的撒旦败坏性情之中 这样就得把人从撒旦的败坏性情之中 完全拯救出来 让人的罪性完全脱去 而且不再发展 使人的性情都能达到变化 这就需要让人明白生命长进的路 让人明白生命之道 明白性情变化的途径 而且让人都按着这路去实行 达到人的性情逐渐变化 活在光的照耀之下 让人所做的凡事都合乎神的心意 让人脱去撒旦的败坏性情 让人脱离撒旦的黑暗权势 达到人能完全从罪中出来 这样人才得着了完全的救恩 耶稣来在人中间做了许多工作 但他只完成了救赎全人类的工作 只是做了人的赎罪计 并未将人的败坏性情都脱去 要将人从撒旦的权势之下 完全拯救出来 不仅需要耶稣做赎罪计 来担当人的罪 而且还得需要神做更大的工作 将人被撒旦败坏的性情完全脱去 所以在人的罪得着了赦免之后 神又重返肉身带领人进入新的时代 开始了刑罚审判的工作 这工作将人类带入了更高的境界 凡事顺服在他权下的人将享受更高的真理 得着更大的祝福 真正活在了光中 得着了真理 道路 生命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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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完后 陈弟兄接着给我们交通 末世 神为什么要做审判的工作 神的话说得很清楚 恩典时代主耶稣做的 只是救赎的工作 我们信主 虽然罪得着了赦免 但里面的犯罪本性还根深蒂固 撒旦性情还依然存在 还能为了利益说谎刷鬼诈 心里还能嫉妒人恨人 随从世界潮流 贪恋钱财 喜欢不义等等 这撒旦本性不解决啊 随时都能犯罪抵挡神 主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所有犯罪的 就是罪的奴仆 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 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 神是圣洁的 神的公义性情不容然触犯 神怎么能允许常常犯罪 抵挡神的人进入神的国呢 所以啊 神为了彻底拯救人类 末世重返肉身 在救赎工作的基础上 发表真理 做了审判 捷径人类的工作 使人彻底脱离罪的捆绑 得着捷径 进入神的国 感谢神 正应验了 主耶稣的预言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 进入一切的真理 弃绝我 不领受我话的人 有审判他的 就是我所讲的道 在末日要审判他 还有彼得前书说 因为时候到了 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如果我们只持守 恩典时代的救赎工作 不接受神末世的审判工作 我们犯罪的根源问题 就不能得到解决 只有接受全能神末世的审判工作 败坏性情得饶洁净了 才能进天国 听了陈弟兄的交通 我心里亮堂了 怪不得这几年 我无论怎么祷告 读经 功课祭神 还是身不由己的犯罪 是因为我里面的犯罪根源 还没解决 还差一步 神末世的审判工作 还没经历呀 是啊 那神到底怎样做审判工作 来洁净人 变化人 使人彻底得着拯救呢 我迫不及待地 问陈弟兄这个问题 陈弟兄又给我读了一段 全能神的话 全能神说 末世基督 是用诸多方面的真理 来教训人 来揭露人的本质 解剖人的言语行为 这些言语中 都包含着诸多方面的真理 例如人的本分 人对神如何顺服 对神如何忠心 人当如何活出正常人性 神的智慧 神的性情等等 这些言语都是针对人的本质 针对人的败坏性情 尤其那些揭露人如何弃绝神的言语 更是针对人本事撒旦的化身 针对人本事 神的敌视力而言的 神做审判的工作 不是三言两语 就道尽人的本性的 而是来做长期的揭露 对付 修理 这各种方式的揭露 对付与修理 并不是用一般的语言 能代替的 而是用人 根本就没有的真理来代替 这样的方式 才叫审判 这样的审判 才能将人折服 才能使人对神心服口服 而且对神 有真正的认识 审判工作 带来的是人对神 本来面目的了解 带来的是人 对背你真相的认识 审判工作 使人对神的心意 明白了许多 对神的工作宗旨 明白了许多 对人所不能明白的奥秘 理解了许多 而且也使人认识了 知道了 人的败坏实质 败坏根源 也使人发现了 人的丑恶嘴点 这些工作的国效 都是审判工作带来的 因为审判工作的实质 其实就是神的真理 道路 生命 向所有信他的人 打开的工作 这工作 就是神做的审判工作 阿们 读了全能神的话 陈弟兄继续跟我们交通 神末世主要是发表真理 来审判人 捷径人 全能神发表了 捷径拯救人类的一切真理 揭开了神拯救人类 经营计划的奥秘 还揭露了世界邪恶 黑暗的根源 撒旦是怎么败坏人的 神是怎么拯救人的 人类被撒旦败坏的真相 人类犯罪 抵挡神的撒旦本性 和各种撒旦性情 人该怎么经历 神话语的审判刑法 试炼熬炼 才能得着捷径等等 经历几年神话语的审判刑法 我们都有些体会 当我们读 神审判揭示人的话语时 就感到神的话 如两刃利剑 把我们里面的悖逆 败坏 不对的存心 都揭示了出来 使我们看到自己 被撒旦败坏太深 满了狂妄自大 弯曲诡诈 自私卑鄙的撒旦性情 没有一点人的样式 虽然信神撇弃花费 但也是为了得福尽天国 是在跟神搞交易 换取神的恩典祝福 并不是为了顺服神 满足神 一旦家里领导天灾人祸 和各种不顺的事 还能发怨言埋怨神 对神没有真实的顺服 有点素质恩赐 尽本分有点果效 还能常常显露自己 让人高看 甚至占高位 教训人 当神说话做工 不合我们观念的时候 还能论断神 抵挡神 没有敬畏神的心 在神话语的揭示 与事实的显明中 我们都感到蒙羞 无地自容 从心里懊悔自己 恨恶自己 不愿再凭撒旦的 败坏性情活着 同时 对神的公义性情 有了些认识 产生了一些敬畏神的心 愿意接受 顺服神的审判刑法 实行真理 脱去败坏 生命心情 逐渐地有了些变化 这都是经历 神默示的审判工作 达到的果效 听完了陈弟兄的交通 我心里很受感动 看到神默示做的审判工作 太有意义了 神时时机机地 发表话语 审判人 揭示人 都是为了捷径人 拯救人 我们不经历 神默示的审判 败坏性情 就不能得捷径 根本没有资格 进入神的国 通过几天的交通 我确定了 全能神 就是主耶稣的再来 全能神的话 就是圣灵 向众教会的说话 阿们 我毫不犹豫地 接受了全能神的末世做工 会想自己信主那么多年 一直活在罪中 无力摆脱 现在 我终于找到了 得捷径 蒙拯救的路途 感谢全能神 感谢神 感谢神 教育配好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